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帶來的新聞有 法官裁定210萬選票碎交阿里桑那州參議院 佛州州長說不應該走建制派失敗老路 保守派聯盟主席說 CPEC或永久疑屍佛州 TikTok同意支付9,200萬美元和美國用戶和解 美議員推法案審查美中157個姊妹姓關係 習近平講話時停3秒讀出灑胡椒麵也關注 下面是詳細內容 據英文《大紀元》報導 26日一名法官裁定 馬利科柏院必須將2020年選舉中210萬張選民的選票交給阿里桑那州參議院 並允許其選舉設備進行審計 當日高級法院法官蒂莫西托馬森 Timothy Thomason 的一財決 是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 和由共和黨人主導的院委員會之間 就參議院發出的傳票進行了持久的鬥爭之後作出的 也是在馬利科柏選舉官員提供的獨立審計之後作出的 此前選舉委員會曾試圖對選票保密 避免審計 委員會爭辯說選票是秘密的 立法機構無權獲取選票 參議院主席卡倫范恩發出的傳票是出於非法目的 而參議院的律師說 憲法賦予立法機構維護選舉純潔性 確保選民誠信的職責 傳票是合法的 是對立法權的正當使用 2月26日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州長羅恩·德桑提斯 Ronda Santos在保守黨政治行動會議CPED上自開幕詞說 現在佛羅里達州在保守派問題上處於領先地位 我們不會發表空洞的言論 我們將採取那段行動 我們不能夠 我們不會回到過去共和黨建制派失敗的日子 特變的形勢證明 同左派鬥爭需要力量 而缺乏骨幹力量的保守建制主義注定要失敗 2019年當選為州長 並在2020年起監督應對疫情大流行 該州採取寬鬆防疫政策 在平衡控制疫情的情況下 避免學校和企業關閉 他曾說佛州是自由六州 人均COVID死亡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也低於其他27個州 即使旅遊業還沒有完全恢復 我們的失業率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而且我們的預算狀況良好 佛羅里達州沒錯 而封鎖的州錯立 當日德州參議員德魯茲也發表講話 誓言川普總統將繼續在共和黨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說 唐納德·J.川普不會走到任何地方 共和黨不僅是鄉村俱樂部的黨 是鋼鐵工人、建築工人、管道工人 出租車司機、警察和消防員 代應生和女招待 以及手上有手枕的美國人的聚會 這些被不公平對待的人將在這裡得到支持 黑魯茲的演講得到了大聲歡呼 他接著說 喬·拜登和他的政府激進分子已經越界了 他們已經走得太遠了 他們的政策行不通 他們是災難 他們正在破壞工作 他們正在剝奪我們的自由 有一個自然的鐘擺 這個國家將恢復理智 2022年將是大選之年 而2024年將是奇妙的一年 今年1月份以來 民主黨人試圖在華府增加太多保安 已經將國會大廈變成巴格達的軍事基地 黑魯茲是共和黨人實力派之一 這些人士都有希望 各族未來美國總統 與政府的高階職務 美國保守派聯盟主席馬特·斯拉普表示 該組織決定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保守派聚會 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 今年移到佛羅里達州 這可能是一個長久的搬遷 今年的斯拉普會議在數十年中 首次不在華盛頓特區舉辦 由於新冠病毒的原因 搬遷斯拉普到佛州是一個大動作 事實上,它可能是永久性的 而對於華盛頓地區的收入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因為會議為期數日,經常帶來數萬名旅客 很多藍色的州和城市對公共集會進行了深度限制 並進行了封鎖和關閉 但是在紅色的佛羅里達州 生活幾乎是正常的 因為餐館和企業都可以開業 沒有容量限制 除了一些地方和場所之外 全州一般不要求戴口罩 在CPAT這裡 酒店和主辦方要求參會人員佩戴口罩 並在入口署進行健康檢查和體溫檢測 在這次門票已經受聲的會議上 保守派將討論去年11月發生的事情 以及展望未來 保守派將在週日聽取前總統川普本人的意見 也將聽取其他幾位潛在的2024年總統候選人、州長、議員 和保守派運動明星的意見 主席馬特·斯拉普說 現在的對話不是關於黨內的分歧 因為大多數GOP人士 現在在政策上與川普的願景相當一致 我們馬上就要贏回多數席位了 我落了一個很大的賭注 共和黨將在下次選舉後贏回參眾兩院 而且 這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喬·拜登也沒有將自己打扮成任何一種溫和的人 他們提交的立法是激進的東西 我認為會有巨大的反擊 綜合大陸和港台多家媒體2月26日報導 TikTok和部分美國用戶達成和解協議 將支付9,200萬美元結束用戶針對私隱保障提出的集體訴訟 這次和解協議包括針對TikTok的21項集體訴訟 這些訴訟涉及多種侵犯私隱的指控 訴訟說TikTok應用程序滲入用戶的設備 提取大量私人數據 包括被告用來追蹤和介紹TikTok用戶的生物特徵數據和內容 比如種族、性別、年齡、目的包括廣告定位和利潤 TikTok回應傳媒查詢說 不同意願素人提出的指控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長期訴訟 公司願意接受庭外和解方案 有關訴訟已經歷時超過一年 其母公司字節跳動終於同意和解 目前和解還需要等待法院批准 這一次只是TikTok在美國遭遇的眾多訴訟之一 2019年TikTok就兒童私隱指控達成和解 同年該公司就其前身Musicali受到的指控 向聯邦貿易委員會支付570萬美元 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馬沙布萊克本 Masha Blackburn 將推出姊妹城市透明度法案 要求審查美中之間的姊妹城關係 確保美國社區不會受到外國間諜活動和意識形態的脅迫 該法案還要求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姊妹城關係保持透明度 包括姊妹城夥伴關係的協議、活動情況和員工情況 都要保持公開透明 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布萊克本說 姊妹城夥伴關係被中共用來滲透美國文化 甚至公開承認這就是一帶一路的一部分 這些關係的設立幾乎沒有任何監督 中共已經借姊妹城的名義進入了157個不同的美國城市 並通過這些城市來傳播其軟實力和宣傳 還與當地政要等人建立了關係 他舉例說,如果一個美國社區人士說想擴展網絡寬帶 或者想要獲得5G技術 這樣他們的姊妹城可能說,我們可以幫助你 向你提供這些設備 但是他們帶來的是商入間諜軟件的華為設備 間諜軟件會將美國公民的圖像、健康數據、醫療情況等 都收集起來,建立數據庫 使中共有能力進行信息追蹤 試圖通過控制虛擬空間的你,來控制真實的你 布萊克本還表示,中共利用孔子學院和課堂 來擴大其軟實力和宣傳 中共也通過姊妹城關係做著相同勾當 在孔子學院,中共以教授普通話和中國文化為房子 但事實上,一些客座教授和研究人員 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間諜 有些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已經開始禁止與中國城市建立夥伴關係 因為他們不希望中共向其社區進行滲透 拜登曾表示不急於對中共採取行動 並正在審查其對美中關係的戰略方針 對此,布萊克本表示 在今為止,拜登政府所採取的步驟 讓中共的膽更大了 這真是令人失望 但中共總是很著急 他們致力於打入21世紀,企圖統治國際社會 拜登政府越早認識到這一點,對美國人就越有利 最近中共央視在YouTube上的直播視頻顯示 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講話時 突然停頓下來 盯著廣告3秒後讀出《灑胡椒麵》4個字 由於灑胡椒麵和上文接不上,網民聽到一頭霧水 有網民質疑,習近平估計看到稿自己也不明白 讀完稿自己也不知說了什麼 而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官網26日 刊登當時習近平的講話實錄 《灑胡椒麵》字樣仍然被醉在講話後面 文中寫道,不搞花權秀腿,不搞泛民慾節,不做表面文章 堅決反對大而化之,灑胡椒麵 灑胡椒麵是地方俗語,通常用來形容造勢沒有重點 沒有將有限的資源、資金平均分配 結果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黨媒報導說,習近平用這個詞來比喻當地官員 只拿出少量的扶貧資金和資源 萬無目的的灑給貧困地區,膚顯了事 去年9月,習近平在所謂的全國抗疫表彰大會上講話時 也突然冒出了一句,全國人民都為熱乾麵加油 對此,台下官員靜脈幾秒鐘 習近平抬頭望了眾人一眼,官員們的掌聲才逐漸變大 網民也覺得莫名其妙,熱乾麵是武漢小食 這樣應該是習近平用它來代指武漢 今天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的支持,再見!